為什麼? 很快已經搬了一半 那邊的衣櫃好像爛了 師傅說這裡才是人住的 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上回看腰 我們買的傢俬全部都組好了 而廚房櫃門的舊膠貼 傳媒已經清潔了 而且還黏了一些新的 那今集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未看上集的朋友記得先看 你在做什麼? 要不是幫忙清潔門家嗎? 不是散完好像新的一樣嗎? 會去少少收積或者污漬 但是不能過水 因為如果過水 水黏上去會容易生手 加油啊 我出去黏東西 我還在沉迷黏著這個廚櫃條 上櫃了 這個廚櫃很白淨啊 這個廚櫃已經裱好了 門櫃也製好了 為什麼啊? 這製作不適合位 不適合位? 不適合位? 試試試看 我來製作的地方才可以製作一間廚櫃 啊 現在在裱櫃邊 哇 多漂亮 上面上了這塊板就完成了 終於製好貴了 下面也是 超漂亮 今天我們要來收拾房子了 幾天之前 本屋已經把一些紙皮 和泡紙紙 發送了一個東西 來我們家 那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去收拾我們家的東西 下個星期就搬屋了 那我就開始收拾一些冬天的衣服 一些軟櫃 方便搬屋的時候 可以安排一些位置 那我男朋友已經砌了部分的紙箱 一會兒就會把廚房的東西放進去 全部包好 入袋 調味料都很整齊地放進去 那也順便清潔一下廚具吧 我發覺原來我們家裡 都很多這些廚房用品 整地都是現在要進入這個箱裡 最後一晚在這間屋裡看電視 前面整堆雜物 哈哈哈哈 錯了這樣 應該是7點08 可以起床 出夜了 準備就緒了 我們就去吃個早餐 顧問公司的人就9點才到 這個所有東西都收拾好了 是等師傅來收拾 超級多東西 超級多 哇 很多東西 看到這一堆東西 最麻煩的是去到那邊 搖岩波索 其實我們加一加 加一加 加一加 加一些袋子 加一些卡 即是未計算的雪櫃衣櫃 我們都已經有三十幾四十件 出世袋法 好緊張 他已經開了門 等半屋公司來了 因為半屋公司 剛才跟他說 已經到了樓下 超興奮 我們要趕一次 看 他說這裡 就這一堆 洗機不用的 接著還有這一堆 是 另外呢 聽的話呢 就這一堆 雪櫃 這些不用的 接著電視機 這個都要 即是除了沙發 和餐桌 不用用 對 那些圓頂也不用 對 好 好快 快點 他們陸續把地上的衣服 搬出去之後 就開始搬一些大型的物品 好快已經搬了一搬 現在呢 我就自己過去新屋那邊 因為我要過去開門 然後等師傅上來 砌東西 那我男朋友呢 就會在那邊 收拾一點手尾 然後才離開 嘩 這麼快我就來到新屋了 睡房是小一點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們做事 需要一個更加大的空間 衣櫃應該放在這裡 但剛才我男朋友打來 他說那邊的衣� 好像爛了 後面快板 不知道是睡了還是怎樣 總之很難了 上回螺絲 上回釘子 所以就要重新 把我的衣櫃 剛才應該是樓下管理處打上來 我現在就開門 等師傅過來 總共有三個哥哥幫我們搬東西 師傅來這裡 說這裡才是人住的 這位哥哥很用心地幫我們 我還在裝著床架 如果很快就被一堆雜物煙沒了 那幾個哥哥很快 已經把所有東西搬到我們家了 其實我們也算收拾得很快 雖然還是很像廢墟 終於看到這塊地 那裡還有一大堆東西 廚房 唉 還沒搞定 因為我們的衣櫃爛了 所以一堆衣服全部放在地上 努力弄廁所的架 睡房這邊還未鋪 床單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已經很像樣子了 先弄電視線 廳都已經復足地剩下一些吉祥 在這裡有兩箱 廁所都差不多了 塞了全日屋 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是我們的另一邊餐 我們這邊是天廳 累死了 後面還有一堆 微煎在燭 第二天我們又是很早起床 先吃個早餐 開始冷 然後我們去了五金店買東西 現在我們買什麼 轉肩膀 電視的天線轉肩膀 因為我們昨晚看不到電視 希望今晚有看電視 準備好的 Lauren 好冷 我們可以做這個 快點 好累啊 不是 要怕人爬 有啊 有啊 對,好緊 剛剛32分 不行 Yeah,搜尋到了 可以弄漂亮一點 搜尋到台了 昨天完全沒有發現頻道 即是這裡 現在有9個 WOW 看到電視了 今天我們來到舊屋清潔 你看 這間屋已經是沒有了 不是,還有一個梳化 因為梳化我們是不要的 還有餐桌 所以我們也是不要的 但是呢 你看到房間啊 還有 書房這邊 已經沒有了大件的傢俬了 至於廚房呢 洗衣機我們也是不拿走的 因為我們那邊已經有個大眼雞了 而這個鐵蓋式的洗衣機 我們都拿不走 做個負責任的租客 我們是會清潔所有東西 然後我們才去還屋 我們在這間小小的屋 不知不覺住了一年 都有點不捨得的 不過希望搬屋之後 一切可以順利啦 然後每天都到進去 所以我們可以做錯誤